哈喽 大家好 我是贤费 这就是我拨完小熊之后的状态 朋友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拨完小熊现在回到广州白云区了 在这边休息了一天 算是调整回来了 真的 拨完小熊那天我的声音就这样对吧 他们都吓坏了 休息回来 现在状态还是满满的 100分 要在广州还要待两天的时间 因为明天下午2点 给大家安排了老王的包包 还有欧迪分类衣的返场 搞完我们就回湖南了 来的时候朋友们 我们的外套是羽绒服 我们坐车坐车回来 那个司机都知道 你们这是外地来的吧 那就是外地的 对 走 我们现在去吃饭 去给一个神秘嘉宾吃饭 很神秘 今天 还等我们董事长 跟我们姑姑去跟一个神秘嘉宾吃饭 到底有多神秘呢 你也进 你也进 对 后面打起安心带 好了大家就知道了 后面把安心带洗好啊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老罗家 这位神秘嘉宾发的位置来了 在这里接上他去吃饭 这边刚才姑姑跟我说 他们在广州打工的时候 就会在这些地方租房子 然后就是前几年一个单间 就是两三百 刚才这个师傅说 现在两三百租不掉了 租不到了 要五百块钱了 套房的话 可能要五六千块钱 我估计我们家老大跟阿姨 他们在广州打工的时候 应该也是在这边住 现在好久啊 还要多久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最后再去看你要的 你摸过去 人家看着股子 你摸过去 你摸过去 是吧 你也不上班 下午不用上班 下午不用上班 那这车挺大便 我很长的车 我们去吃饭 过去吧 到外面去吧 到外面去吃饭 到外面去吃饭 嗯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姑姑的三哥 也是我们的小叔叔 在家里排行老三 排行老四吧 老三 姑姑的三哥 我叔叔在那边打工 就是做绿化那些的 怎么这么烦 你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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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添碗 这五包订几瓶 你去添碗的 要不买的 你去添碗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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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海添碗设的 好习乳 好习 好习 出去 去吃碗吧 去吃 那我习习习了 哈哈 在外面去 你要把习习习习 你给我把一切进去 姑姑说小叔这口饭太长了 下午不上班他再去捡了 我们现在带小叔去吃午饭这边 在五号亭鸡屏这边 有没有附近的粉丝朋友呀 吃个牛肉火锅 这家超级好吃 反正每次来 只要住这附近都会在这里吃 点菜吧 好 少马点啊 大家上市场都点 好 吃到一切了 你看我伯伯和我叔叔一点都不像 来伯伯 由你亲自介绍一下 大家好 这个是我的三哥 广州这个罗健的爸爸 就是罗健就是 上次永哥去四川参加活动 我见的那个弟弟 就是我小叔叔的儿子 哦 之前他们都说 这是我的弟弟 确实 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 今天我才知道 你是家里最小的一个 他比我大四岁 来讲我们在广州住好多年的 远十多年的吧 我从十六岁到广州 十六岁到广州 你住过两岁呢 你这个地方 我住过八年了 八年了 基本上好像 你们家的像叔叔啊 他们除了 二叔叔在云南 其他的都在广州打工哦 之前 我大叔叔就是我们家老大 之前在广州这边建房子 建房子 然后我阿姨在这边 就是打烧卫生 然后我二叔叔就是我们家老二 在云南做生意 这个就是老三 我小叔叔也在这边 差不多做了有二十年了 打工二十年了 然后我们家老四 这就是我姑姑 最小的一个 我三十多年了 除了拼了三十多年还在拼 这都不容易啊 还倒进去 什么用啊 看它变色变硬了 你就说 吃烤一个 还要涂上一下 好吃吗 好吃 有胃口了吗 很冷 没胃口 所以对啥都提不起胃口 天气的原因了 吃得干干净净啊 好吃 在没吃之前觉得没胃口 越吃感觉蛮好吃的 越是长胖的一顿啊 现在吃完了 等会我们就要去老王那里选包包 然后小鹿总也在这里 等会带我们过去排欧迪芬的品 明天下午两点就开始了 然后姑姑也带着师傅去 打一颗头发 我帮你去洗一颗头发 对 好 行 那我们就过去吧 走 好 他回去了我买回去 我回去了他买回去 可能四刀里面都在错过 我们现在吃完了 我刚让小叔在那个礼包店捡 他说 我说我掏钱他捡 他说太贵了 50块钱捡个头太贵了 我在我们小区下面 5块钱就搞定了 他非不捡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把小叔叔送到他租房子的那里 我们就要去工作了 相聚总是短暂的 下一次相聚就是在家里过年的时候 我这个小媳妇就为他老人家炒菜吃 走吧我们 来到广东 感觉不在同一个尾度上了 应该说不在同一个国家 在湖南的时候穿的羽绒服 到广东之后我感觉穿一个薄薄的卫衣 都很热了 可以穿短袖 我不会太重 短袖背心都穿起来了 热死了 走 明天忙完就可以回大湖南了 羽绒服 可以继续穿羽绒服了 可以继续穿了 这还挺好 两个电瓶可以换进去 哎 什么电瓶子 他们买的电瓶子 自己又装了一个电瓶 就两个电瓶子 慢点起来 二十二十二 现在吃完饭 带着表妹姑姑他们来到老王的档口了 看帅气的老王又一次 见面了 低调又帅气的老王 长久不见 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老王真的是越来越帅气 不过他昨天他穿那个外套更帅 我感觉我们家老罗就是越来越老 就是神尾疲劳的吗 老王在这里天天有美女陪伴 我天天在农村也知道吗 不管有没有美女 这里的包包是真的多 这一次就留在这里多两天 就是还要给大家安排的就是老王的包包 跟我们奥迪奋的那一马 所以今天过来 选款 包包中有千千万 我也有新的最好看 我的包包真的是比老罗的仪款要多 但是我看到这里 档口又出了新款 我就觉得 哎就给大家上一上吧 而且要过年了 要准备几个过年的包包送礼 喜欢小北同款的这个罗伊威特板 超级漂亮 还要安排 要买一个到甘肃去吧 还有这个信封款 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很漂亮 我觉得那个焦糖色好看 洋气 还有我们表面一下 哇 这个包冬天 被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配大衣 配羽绒服 而且宽肩带的 好看 你的这个跟我这个比 我这个略剩一球 有过的就是不过级 对 你看这个好看 哦 还有这个腋下包 嗯 这个就肩带细一点 这个肩带宽一点 腋下包 对 这两条肩带 这个这个上啊 老王记一下啊 好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是我选的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还给你妈咪选一款呢 给我妈咪选一个大一点的购物包 那个 这个 对 这双肩带黑色这个 这肩带可以调 因为冬天穿衣服 我是不喜欢黑色的 黑色的 年纪大了就要黑色的 都是这样子 嗯 这个卖看 卖用 你摆搭 对吧 上一次姐妹们一直问我的小辈同款 我当时在老王这里拿的是这个大号的 三十寸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二十五寸的 到时候也给大家上一下 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本 就这个 就这个 三十寸的 我自己记得 还有一个二十五寸的 这个就大一点 没得背一背看 我的在杭州没有拿过来 还挺上看的 没有今天这个衣服搭配不合适 像这种 你身后背那个羊皮的好多人问 就是你在在哪里给拍了个照片 是的 是的 我跟娟娟我们俩去白云山去爬山 不是拍了一张 穿了黑色的裙子拍的吗 像这种包就现在冬天的话 可以配毛线裙啊 或者泡 泡 配毛线衣 就类似于毛线的 因为它是 就是那种小乡母款嘛 所以就很精致的那种 很淑女的那种感觉 配毛泥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如果个子小一点的姐妹们 还有这个25寸的 这个是30寸的 这里差不多应该是牛皮的哦 我们等会再选一些高货羊皮的 然后再选一些双肩包啊 拖特包啊 购物包 反正明天下午两点 不见不散 搞完我就回湖南了 好 好 拜拜 明天见哦 我就回湖南 老王也真真去啊 我也回湖南 真真去啊 好 带你去钓鱼 嗯 嗯